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次的话 最后就了剩两个人 还有我在电影场景点结束 你说这个 这个机器是1980年买的 我退了台就退了 我放了36年电影 大估计都放了一千多部 特别受欢迎的 比如说《七夕》 《端小景汉》 下一个节目 抓舌头 《英雄人女》 那《汪城光荒》 那确实感人了 少林寺当时是票房满座 我这比喻的话 能有多少人看电影 小孩子把电影场挖一个小苦辣 他老不倒出来 挤嘛 他就尿色跟他扯了 那时候花生是一毛钱一两 一个晚上一个人能卖五十块钱 你跟我说 八个人卖 拍卖多少钱 拍多少人来 买花生转帘 你给观众少不少 快点了 你给观众少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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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给观众少不少 2013年 黄宁回来的路上 遇到车祸 雷古断四根 没有花黄宁就不放了 但是我还很留恋定着行业 有时候人家来黄宁 我还去妈妈 提武招凶手的赏钱 也就是说 等到20089年这样吧 这个人就逐渐逐渐就少了 少的原因 就是农民的省和水平提高 下来是热 寒面是冷 谁上到露天上站个铃 看着你还不舒服 跳舞嘛 你可以锻炼身体嘛 露天电影 小的时候喜欢 现在就不喜欢 因为家里有电视 家里网什么都有 是不是想看 在那里搜一下就可以了 你记住 现在黄金人看到不看 哎呀 看着 大人看着 哎呀 老老露天电影是代表一个时代 其实这个由于露天电影不存在 但是呢 它时代在进幕 它会与其他的一框是出现的 我不会遗憾 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 这次是露天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